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若新朝 真能将全地之地争 彻底割除 我于成龙一时付出性命 也在所不惜 全地了 耗尔基来全地了 百里北川 一律圈战 大地为齐 你卡尔基纵是敖拜的之二 也绝逃不过大秦律法的制裁 又提鱼成龙 一个山野草民有什么可听的 万尔家世 卡尔基悖逆超纲 伪剑圈地 祸及家国 罪孽深重 就地出展 把敖拜押下去 皇上 皇上 学生 寒窗苦度 竟四十载 不图荣华富贵 不求光宗妖族 只愿能有一个 施展报复的舞台 陈龙 记住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陈龙一定不辜负您老人家的期望 这里是大庆皇上和朝廷 为国家选拔人才的神政之地 这种公开买卖考题的行为 是肮脏无耻的金钱交易 给我抓起来 这位于成龙 就是 状告卡尔齐侵占永宁土地 和揭开今年 山西恩科考试腐败案的 于成龙 他此番 可是会前来北京 参加力步选缺 现在朝廷急需人才 像你我这种前朝的副榜共生 都是可以不参加科考 直接去北京 参加选缺任官的 广西罗整 是今年全选不缺 最差的地方 驾 你选官选到了广西罗整 大力 匪遭肆虐 民不聊生 焉仗弥漫 瘧己猖狂 凡难来之人 九死一生啊 罗整 来了 罗整之县余成龙 见过府才到 咱们罗整这两年 连续派了两位之县 上任不到两个月 让人给杀了 在这罗整县 只有我谢德昌一个人 配得上人们叫老爷 杀 把你们活埋在这儿的人 叫谢德昌 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 想活命 你们就赶快离开罗城 只要我虞成龙还活着 我就不信 收拾不了这个恶妃谢德昌 把所有地方给我仔细地送一遍 是 放手 谢德昌 武丰岭随手谢德昌 反故意杀人罪 判处绞刑 当场不刑 斩力去 我看着乡亲们脸上的笑容啊 不仅想起了我刚到罗城时候的情景 那个时候的罗城 一片荒芜 庙无人烟 本官上任的第一天 就亲手写了一副对联 头上有青天 做事要存天理 眼前是极地 存心与民共治 如果没有 父老乡亲们与本县同心协力共治 绝不会有今天的安宁和祥和 这些牛啊 都是于大人用自己的奉务 从费里给大伙买回来的 你可是朝廷三年计划 我广西仅此一位的卓翼之县 在咸岭一带 有一股突匪 匪首名字叫刘军福 能辅 则辅之 不能辅 坚决较之 他婚官屈阵棋不分青红皂白 抓了我的家人 他真是要逼我起兵啊 他真是要逼我起兵啊 武太大人都亲自上阵杀敌去了 黄州城怕是难保 如果你要攻进成绩 就从我于成龙的身上踏过去 开赴福建剿匪的康亲王 向皇上举荐你 出任福建安查史一职 郁大人 安若 一路深浪 报仇 金人 我在福建 日日晚夜夜晚 总算把你们两个给判了 宇大人 对 福建大牢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整个大牢爆发了骚乱 要是再压制不住 就要出大乱子了 朝廷宁令 不许片番入海 背者杀不赦 难道就没有一个 被官府冤枉的吗 冤枉 你们有什么冤屈 可以给本官讲 本官一定 会为你们做主 于成龙福建安查史 这把交椅不好做 福建这边水太深了 搞不好 淹死人 康庆坊率十万八七七兵 驻扎福建 人吃马胃 粮草自重 猜疑错夫 都需要地方筹集招纳 康庆坊让你务必尽心做到 不得有 如今福建 每一个半壮丁 就有一个人去当差 如此征用名利 这就等于皆择而鱼 老百姓来怎么活 这个事情我得管 于成龙 你好大的胆罪呢 把他给我帮了 你到底要干什么 秦王殿下亲自带兵 拼定天下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全天下的百姓 能过上平平安安的日子 为了我大秦的江山 长治久安吗 满朝文武 只有于成龙一人 敢为民请兵 也只有于成龙一人 不怕丢掉脑袋上的乌纱帽 也只有于成龙 敢与朕通心通德 走 老爷 咱们这是到什么地方了 已经进入直立了 爷爷王后跟我讲 知道吗 就一口 你们身为朝廷命官 监护设计众人 毫无作为 天理何在 良心何在 这于成龙一来 恐怕这帮净水 又要让他给搅浑了 直立哪有粮食 只有保定的皇家粮仓存有粮食 不好了不好了 冤枉宣花府的十几车赈灾粮 都被土北抢走了 什么 对他如果不下狠手的话 你倒不过那个于成龙 直立这个地方 还有一张网 这张网 严严实实地把整个直立 都装进去了 姐夫 直立的水很深 浪很大 我怕呀 你一不小心 就会拍死在这儿 只要我容善再直立一天 就没有人能翻了直立的天 我于成龙等的就是他的千军万务 容善 那些粮食现在何处 粮食存放在天津长炉盐厂 新家粮的盐库里 姐夫 家粮知错了 你看在我姐和我叔的份上 请放我一忙 明日寄行问斩 余大人 撕开皇家粮仓 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我既然敢开仓放粮 我就没打算要这个脑袋 我真是怕呀 我是怕 成龙到柳 也落我个好下场 姑姑姑 你怎么在这里啊 神正不怕影子邪 胸怀坦荡大 天地自开库 阿婷 你没有给家里转向金 转向衣 可转向了一世的好名声啊 在你来之前啊 这还一直在想 这个鱼青菜该长成什么样子 今日一见 鱼青菜就该长你这个样子 皇上居然知道我鱼青菜的哑号 故土难离 落叶鬼根 这是你们广西罗城的土 这是咱们老家陕西永宁的土 直截沙场未过死 何须马哥果尸还 让赫里将军联合两江三省的各省都府 一致抵抗于成龙 两江的问题也是全国最为严重的 什么问题这么严重的火号 如果你决心去掉两江的火号 就必须先拿鱼壳开刀 明天我就主动上他的祖都衙门 去会会他入行 两江各衙门的人 哪个不知道鱼壳是我的大管家 万里 你恒星相激军害主 作恶作断 文官现在有代表朝廷判处你死刑 不是八旗贵族 是皇上的外甥 你判不了我 赫里将军乃皇亲国际 纵然是犯了死罪 也应当交由忠人府来审礼 文总督建有朝廷兵部上书之前 想故意杀人犯赫帝 押出衙门 积心问斩 于成龙不顾赫里寺镇的亲外甥 而斩了他 皇亲国弃犯法 必须宿民同罪 我于成龙为官二十三年 上对得起天 下对得起地 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 成龙 于成龙 于成龙 累负在他的任上 朕 痛心不已啊 二灵不昧 齐克新城 成龙爱卿 居观清正 我归的 不是我的女士 我归的 是一代连历 于成龙 是乃 天下连历 第一 未来乐乐台 大清总督于成龙